唐氏综合症并不局限于特定人群 但高龄产父生的孩子 以及在孤立的部落和宗教社区中出生的孩子 得这种病的比例要高一些 在更为发达的国家 唐氏综合症在出生前就能被检测出 很多妇女选择堕胎 但是华盛顿小儿外科创新研究所 首席研究员林古拉如说 在没有这种特定检测的地区就不是这样了 而且孩子出生后基因缺陷很难检测出来 对于一些明显的病例 我们能通过观察新生儿进行判断 但是在一些微妙的案例中 这就非常难了 但是这一机构的研究人员 现在正在研发一种电脑程序 他能够在出生之后马上检测唐氏综合症 林古拉如说 这一技术非常容易操作 你用你的手机拍一张快照 这项技术之后就会自动运行 然后给出分数 显示出这个孩子是否患有 唐氏综合症以及严重程度如何 这一软件分析上传的照片 然后将婴儿面部的某一区域 同上千个储存好的照片相对比 他甚至能考虑到种族背景这一因素 这一诊断方式的准确率是96%至97% 这同分娩是有经验的形态学家的诊断准确率一样高 科学家正在致力于研发能够通过智能手机 直接连接到数据库的检测版本 这样儿科医师 护士 甚至住户室都能拍照 然后迅速得到结果 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基 华盛顿报道